大家早安 这节全球现场先带您关注中东局势 以色列在当地时间10月26号凌晨 对伊朗发动报复性攻击 现在以色列人士透露他们掌握了情报 指出伊朗准备在未来几天从伊拉克攻击以色列 日子可能会挑在美国大选之前 现在多数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贺锦丽 以及共和党候选人川普是势均力敌的 根据路透报道伊朗领袖黎巴嫩伊拉克以及夜门 都很担心川普可能会胜选 带给他们更多的麻烦 怕川普可能会准许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 袭击伊朗的核设施 或是透过加强对伊朗石油业的制裁 来增加施压的力度 美国总统大选的相关民调 目前大多呈现不分上下 只有极为小的差距 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较为看好贺锦丽的CNN 在美东时间11月1号报导 尽管美国现在多数经济数据朝正向发展 但是在针对可能投票的选民当中 有50%信任川普的经济 至于信任贺锦丽 能够处理美国经济的 却只有37% 显然美国经济尽管目前朝正向发展 但是选民似乎是感受不到 民主党的政绩 那除了民调媒体的参考指标之外 还有许多人会以博弈赔率 来看好候选人 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报导 一家预测市场指出 川普胜选的几率虽然从 领先贺锦丽的37%的几率 而遇到选举投票日 逼近美国好莱坞的巨星 也是一一亮相 而且大多为贺锦丽来助选 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的黑寡妇 史嘉雷·乔涵森 她就召集了大咖像是 浩克、钢铁人小勒伯道尼 以及美国队长克里斯·伊凡 等一共7人举行线上的视讯会议 公开表态支持贺锦丽 鼓励粉丝在选举日当天出来投票 影片中他们也脑力激荡 为贺锦丽的竞选活动 响出一些超级英雄式的口号 最后他们选出 我是贺锦丽 我支持民主来为贺锦丽来拉票 那眼看大选就要在美东时间 11月5号投票了 各家民调的胜选率 大多都是指向川普的 对此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克鲁曼他就说了 如果川普真的再次入主白宫的话 那他会提高所有的进口关税 更扬言将执行史上 最大规模的移民遣返计划 克鲁曼指出说 川普的这两项政策 恐怕将带给美国经济双重打击 不过就在中东局势紧张之际 美国大选关键战场 七个摇摆州 目前成了贺锦丽和川普的火拼焦点 特别是针对特定族群拉票 不过贺锦丽在中东问题上 对于以哈战争 投送给阿拉伯裔和犹太裔的广告 诉求却是两套说法 引发讨论 根据CNN最新民调显示 西根州和威斯康星州 是稍稍领先川普的 但两人在宾州打平 这三个所谓的蓝墙州 其实是两党阵营的必争之地 CNN报导指出 贺锦丽在摇摆州 面对巴勒斯坦和中东裔的选民 会强调加萨过去一年遭逢的惨况 但是投送给犹太裔选民的广告 却又强调美国政府绝对力挺以色列 以色列有捍卫自身 不受恐怖分子威胁的权利 也因此两套不同诉求文宣 在美国社群上就引发了讨论 共和党也借此 抨击贺锦丽的立场 显然是两面做法 美国大选选情现在是白热化 贺锦丽跟川普的民调不相上下 各式各样的预算说法 以及民调白白种 甚至有人指出 美国洛杉矶到齐队在世界大赛中获胜 就是贺锦丽将赢得大选的指标 所有球迷高声欢呼 兴奋的挑上挑下 甚至激动到抱住身边的陌生人 美国洛杉矶到齐队 拿下本届世界大赛冠军 谁也没想到这也会扯到美国大选 因为到齐队上次在2020年蜂王 一个礼拜后 拜登就当选总统击败川普 因此到齐队在蜂王被看好的是贺锦丽 我将为卡玛拉·哈拉斯 为美国国民主党首席 勃多离各异的流行天后 珍妮佛罗培兹出席民主党候选人 贺锦丽在拉斯维加斯的造势晚会 强力拉拢拉丁裔的选票 但即使大咖明星纷纷为民主党站台 双方民调依然难分宣制 选情如此白日化 没想到美国总统拜登 却在这个节骨眼上再次失言 贺锦丽紧急切割表示反对针对性的批评 就连白宫都火速消毒 表示拜登并非指称所有人 反观川普就像捡到枪 穿着清洁工人的橘色 反光背心坐上垃圾车 大枪这辆车是为了纪念贺锦丽跟拜登 随后还向支持者喊话说他们不是垃圾 而是美国的心头肉 英国每日邮报的封关民调指出 川普以49%的支持率超越贺锦丽的46% 指出川普很有可能赢得普选记者综合报道 姐妹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名密码 沉黄沉山 高丝 北国富道全校精华 卜兹 中文由 太阳 北国富道全校精华